如果老師您的這些內容都做好了 您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叫做發布 你沒有按發布 表示你還在草稿中 這樣瞭解齁 所以按一下發布確定 這樣這個教材才是真的可以使用的 那各位老師不用擔心 如果說你還要編輯 我現在重新進來編輯 預設這個教材 請問是不是公開的 不是 有沒有 不是公開的 所以只有你自己可以用 只有你自己可以用 如果你覺得你已經想不開了 你可以按下去 就公開了 因為我很多都是公開的 這樣您了解的 那當然這邊也可以會出跟分享 有沒有 好這個是像這樣 那你有了幾個教材之後 像我的教材就蠻多的 因為有些是我有興趣的 你看常識題 我們剛剛不是有考過YouTube的影片嗎 那就屬於常識題啊 也就是說其實 也許我上的課程沒有那麼多 可是呢 我有興趣的 我有很多 或者我覺得很不錯的 我可以把這些當作是未來我上課的 可以引用的教材之一 你了解那個概念嗎 好就是像這樣 所以我到時候呢 我在群組裡面 真正上課的時候 我想要用資料庫的 我就拿資料庫 我想要常識的 就拿常識題 拿免費素材的 我就從這邊再抓出來 所以說真的 教材只有自己整理的最好用 別人幫你整理的 雖然也好用 可是永遠沒有辦法百分之百跟你一樣合身 所以其實教材還是要自己整理 只是不見得一定要自己原創 因為畢竟要全部都是原創的 也是有些困難嘛 我雖然我也盡量寫部落格了 但是時間還是沒那麼多 所以沒辦法全部都自己寫 但是至少人家寫得不錯的 我可以引用進來 然後再加上自己的一些資料 比如說像我們在這裡 為什麼要特別再提一下這個 是因為假設這段影片 雖然我們在剛剛裡面 有給了什麼測驗題啊 對不對 可是單元說明 可不可以用自己的方法去寫一下 可以啊 比如說我們這一段影片 給同學看的目的是什麼 你可以寫在這裡啊 這樣是不是就更完整 如果那個YouTube移除了 這個就不見了 沒有沒有沒有 他這邊就是 你第一次加入的時候 他就匯進來 喔 OneNote裡面其實 主要幫我們大家存的 主要就是文字資料 跟那些連結 那影片 影片他沒有存在他 OneNote裡面 他影片是存在YouTube上 好 所以一付完移除他就會 喔當然當然當然 對對對 這是互相連結的 好互相連結的 這樣您大概了解意思齁 所以其實您可以善用一下這個單元說明 單元說明 這樣的話其實就比較方便 那塗鴉題啊 其實那些 就是你只要準備好你的塗鴉照片就好 就可以像我們剛剛玩的那個測驗題一樣 就可以像這樣 好 那麼我們剛剛提過的 就是不管你新做的還是有修改之後 記得都要按一下這個 對 對對對 就是有改過也要發佈喔 比如說我把這個刪掉了 假設我把這個刪掉了 這樣也是一種改變 對不對 你要記得要發佈一下喔 你如果發佈的話 他等於這個還不算 外面還可以繼續看到 這樣有清楚了齁 這個刪掉